甲敬文晒三个女儿蒙罩来拜年,步步的妞穿旗袍蒙炸了。 2月16日是大年初一,甲敬文特意在微博分享一组三个女儿的蒙罩给大家拜年。 照片中姐姐梧桐妹抱着两个妹妹笑容满面,姐姐丽Max,虽然看不到正脸,但梧桐妹上扬的嘴角足以看出内心的喜悦。 而在姐姐怀里的步步和抱妞子一脸呆萌,模样可爱极了。 众所周知,梧桐妹和两个妹妹是同母义父,即便如此三姐妹的感情也丝毫未受影响,时刻呈现在大家面前也是极乐融融的画面,真是太有爱啦。 大年初一来拜年,祝大家2018幸福平安健康一整年,苟年望望望甲敬文微博中写道。 镜头前步步深着浅色碎花旗袍坐在凳子上凹造型,姐姐饭玩十足,而趴在地上的伯妞则穿喜庆的红色旗袍一脸惊讶地看向远处,表情真是可爱炸了。 镜头前步步深处,宝妞穿着红色小旗袍和红色袜子,喜庆得不得了,再加上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和一脸软萌的模样,真是快被萌化啦。 网友看后也忍不住留言,一家全是大眼睛哈哈哈哈,表妞越来越美啦。 布布一如既往的可爱美丽。 梧桐妹也好好看,布布,李欧妞都好美呀,颜值太高啦,好喜欢表妞小粗腿。 。 。